我国目前正在研制的重型运载火箭 可以将150吨重的航天器送入禁地轨道 相当于疑似性发射一座天空空间站 同时它还可以将30吨重的航天器送到月球 相当于4个嫦娥5号探测器 未来它将满足我国较长时间内的深空探测 和载人登月等国家重大航天任务 目前该型火箭已处于方案深化论证 和关键技术公关阶段 运载的能力有多大 航天的舞台就能够拓展多宽 重型运载我们是一个俗城 实际上就是指禁地轨道能力在百顿级 它囊括了50吨到150吨之间的能力 它也会是一个寻谱规划 重型运载中国已经确定发展规划 有待进一步深化论证等的国家批准 与此同时新一代载人火箭也在研制中 它将在长征5号火箭的基础上 采用并联捆绑技术 也就是在长征5号新级的两边 捆绑两个5米直径的助推器 推进剂采用无毒无污染的 液氧加液氢和液氧加煤油 与此同时在火箭运载能力的支撑下 我国在航天工程上也将有新的规划 现在国家已经批复了任务 有探月工程四期 我们在未来十年之内要陆续实施 另外国家已经批复了行星探测工程 接下来的我们要开展一次小行星的探测 附作着陆 包括取样返回的这么一次探测 我们还要开展对虎星的取样返回 木星系的探测 以及穿越宇宙的一些探测